校園會計畫在全美各地 新設立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委員長同證員為此專程赴美 為各地學習中心揭幕 有媒體指出 這項計畫在挑戰中國的 孔子學院地位 同證員回應否認強調是基於 美國政府與台灣合作 把台灣的優勢發揮出來 我們不是要挑戰孔子學院的地位 因為事實上是美國政府 願意跟我們合作 所以我們是把台灣的優勢 來推廣出來 我們台灣最大優勢就是 我們的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的環境 那這個是孔子學院 遠遠比不上我們 所以我相信美國朋友 應該認為說 中國大陸透過這個方式 來介入美國的社會 那美國的朋友是反對的 美國政府在2020年10月 公布語言學習計畫 增加中國以外的華語學習機構 通年啟動台美教育倡議 簽署合作備忘錄 具有韓義背景的爾灣副市長 金太美認為 華語學習 關係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華語文中心所在的爾灣中文學校 創立已46年 是南加州數一數二的華語教學機構 常年推廣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受到美國各界歡迎 即使在不同的區域 它使用某一些詞彙 有一些差異 我們在教學的過程裡面 都會帶到 如果讓學生能夠了解 語言其實在不同的地區 在不同的族群裡 它有不同的表達方式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 文化交流學習的機會 台灣是一個自由和豐富的國家 它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我們必須成為台灣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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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台灣是世界重要的 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在爾灣 還有學美國 來介紹我們台灣的語言 還有文化 還有最主要台灣的美麗 自由 民主多元的學習環境 是台灣提供華語教學的最大優勢 同時避免政治干預 小委會在美國15個地方 以及英國 法國 德國 各一處成立的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近期都將陸續開張 感渴到英國跟國語文學習中心 …